前面我花了三集一万五千字 介绍真田姓村故事的通说 老观众应该知道 这个时候要出现一集名为番外的真正正片了 这一集我们就从大和剧真田王开始 讨论一下英雄真田姓村之死和各种记录 以及我个人对他的看法 这里是巫女花扇里 一个演艺历史传奇的频道 记得点赞订阅哦 在大和剧真田王中 大阪夏之镇战败之后 出现了真田姓村在安居神社 已经把刀架在肚子上 但是被佐助举刀干续的场景 之后姓村到底切副了没有 剧里用了魔能两可的处理 不过显然更倾向于没有 而现在的通说中 真田姓凡是在安居神社中 被西伟中举所讨杀 基本上已经是公认史实等局的假说了 除此之外 大和剧真田王里 对于真田姓村陌路的处理 还有不少不符合通说的地方 比如在真田王的剧情中 姓凡的儿子真田姓昌 奉命前往大阪城 敦促尘秀赖这个总司令出战 结果兵败如山倒后 他和秀赖一起自杀 我之前介绍真田姓村生平故事的视频中 也是这么说的 这个说法出自大阪御政绝书 不过这不是通说 其实还有好几份文件都明确的说了 真田姓凡是把他的儿子当作人质 送到了大阪城内 因为秀赖担心姓凡可能会临政叛变 还有一个剧情是 真田姓村和伊达郑中 在道明四肢战中 互相被对方的气量所打动 于是姓村将女儿阿梅 托付给了伊达郑中 但据说 其实是阿梅在逃跑过程中 被伊达家的片仓仲长成乱抓住 于是带回家中做侍女 后来才发现他原来是真田姓凡的女儿 于是仲长娶了他做第二任妻子 虽然剧中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证据 但是我想 在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盟的情况下 在战场上信任敌人的女儿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被成乱抓住的说法可能更可信 至于为什么片仓家 甚至被牵连到的伊达家 都愿意为了这个没有娘家的战俘妻子 冒天下之大不为 这就需要其他当事的证据了 不过因为是信凡这种战败之人后人的记录 能用的证据都比较薄弱 被抓住的说法也称不上通说 被独眼龙因为某种原因保护起来 当然表现出了更多的希望 为了避免误解 我想先说明 至少对于真田姓凡之死这件事 首先 我个人认为 真田姓凡的结局就是战死刹场 这是他后来成为传奇英雄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 不是唯一的因素 其次 这并不妨碍我高度评价真田王这部剧 大和剧它也是电视剧 可以有很多自己的创意 即使是历史剧 也不需要忠实于历史事实 一个好的历史剧 反而应该是对当代的反射 而不是对历史的还原 这是我喜欢走向共和 大明王朝 雍正王朝 北平无战事 这种剧的原因 一个娱乐作品中 不可能用让人幸福的方式 给出严肃学术讨论中 都尚有真谐的话题的结论 如果有这种自我定位的创作者 而他又拿不出压倒性的信源 那才是真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电视剧和小说中 有很多读者和观众认为 创作者越是优秀 创作的作品真实程度就越高 其实不是的 事实是 创作者越优秀 内容的错误程度就越低 错误程度低 并不意味着正确的程度高 包括我自己写剧本时也是一样的 力图寻找各种假说中 能使故事最有趣的一种 来填充情节的空白 自然创作者越优秀能找到的借口就越好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选择了自己相信的假说 比如我在信长夺过本能师衣服篇里面就说了 真实的想法 我认为信长去本能师的目的 就是为了参加查会 但是我在写三男王剧本的时候 用了他专门跑一趟 给信中立功做见证人的假说 因为查会说实在是不怎么有趣 自然我选择的内容 都是当时场景下 我自认为最有趣最值得讨论的 而那些比我优秀的多的创作者们 自然能够拿出更多更有趣 更值得讨论的假说来充实他的故事 因此说到底 当创作遗乐作品时 知道的越多 只是越能避免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 但并不意味着更接近真实 史学首先是一门科学 科学是没有绝对的 同时科学又是有共同体共识的 斯马辽泰郎在他的晚年说过 我误导了我的主族 然而由于过于久远 现在他这句话也有了各种说法 包括杂志虚构说 上下文缺诗等等 可以说自己也终于成了战国史的一部分 言归正传 大阪天王市区的安居神社 据说就是信凡最后的安息之地 真天王剧中幸春最后一场戏的地点 制作组并没有具体说明 但是对比安居神社的照片和剧中的场景 无论怎么看 不仅的气氛 都是想指向安居神社 当然 因为安居神社实际上被认为是信凡最后的归宿 所以剧组在搭建布景时 肯定是考虑了这个因素的 但无论是在安居神社 被德村居士兵夺得首级这个通说 还是剧中走投无路的流程 在我心里都是最好的结局 当然 这次我的意见里面 不仅包含对史料的理解 还有很强的个人好恶 因为我对真田姓春 不完全是指真田姓凡 这个角色确实是非常喜欢的 简单来看 现在对于真田姓凡结局的说法 比较常见的有三种 一种是被逃死于安居神社 一种是在大阪城附近自杀 一种是沉乱逃跑隐姓埋名 操 这几种说法好像在别的谁的故事里也说过 可惜南光返天海只有一个 其中死于安居神社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 也是我在正片故事中所采用的 而且此说证据繁多 甚至现在都还在继续更新 比如在2016年的日本历史的新发现与发结中 就提出了新的证据 那就是在辅景县立图书馆中 发现了真田姓凡的亲笔遗书的副本 上面明确的写着 我刚刚在长枪对战中被打败 这符合安居神社说的过程 姓凡站在精疲力竭 在安居神社休息时 被偶然路过的松平中植的城址 西伟中植打败杀死 除了遗书副本这种直接证据 这个过程本身也在诸多文件中有直接的记录 包括大阪御正结书 落税集 月前兵首曲状等诸多史料 基本可以说可信史料中记载此事的绝大部分 都是这么说的 还有极少部分可信史料稍有出入 但也大差不差 那就是故事还是这么个故事 只是地点从安居神社变成了附近的申国神社 因此这个说法基本可以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说 可以极大概率认为就是死实 话都说到这个分上了 怎么还有自杀说和成功逃跑的说法呢 这个理由其实和明知光秀是一样的 那就是死者就是本人的身份辨认证据严重存疑 只是明知光秀是因为当时认识他的人 都不明确的承认死者是光秀 而曾田信凡则是因为他太不出名了 以至于德川军中一时没有找到认识他的人 最后错过了辨认时机 再加上杀他的虚伪中举实在不是什么名人 不仅有就贫瘠的这种气氛 关键是他不是随身携带随从 或者习惯的干这种事的人物 所以经验不足 没有留下充分的证据 这就非常操蛋了 而且很多可信的记录 仿佛都在提醒我们这个漏洞是不可忽视的 比如《舞编多文书》中是这样写曾田信凡之史的 当西韦准备取下他碰巧杀死了一个武士的鼻子时 路过附近的曾田信颖说 婷婷那可能是我的子子信凡 你看看他是不是有两颗门牙不见了 还有附近有没有一顶路角头盔 西韦检查后发现确实如他所说 信颖说啊果然是信凡啊 于是西韦把头盔和头颅都交给了德川家康 看起来很完美但为什么这个记录反而提醒人们西韦难以置证呢 因为信颖不仅没有见过中老年后的信凡 而且日文的原文中有信颖暗示西韦造假的嫌疑 不过多少有点强词夺理了 毕竟现在的证据中认为 当时西韦上交的头盔为真的可能性大于伪造 上面提到的《落税集》中 写完《信凡之史》这件事后也莫名其妙的补了一句 这样的战斗根本不像信凡 真正的信凡绝不会被人左卫门这种程度的对手打败 真的是很过分 西韦终止听了都想骂娘 然后在战后一周的5月15日 西传中心在一封信中称赞信凡说 他是古今绝无仅有的强者 然后他也莫名其妙的补了一句 西韦这种程度的对手怎么可能打得过信凡 他一定是在信凡已经倒下无法动弹的时候 沉积接近他 然后把他的头砍了下来 这根本不是西韦应得的功劳 真的是相当过分 但是这次西伟终止听了想骂娘也没用了 他惹不起戏传家 只能忍了 而且在真武内传追加中 则是这么记录 曾田信凡只死的 但西伟呈下信凡的头颅时 别说是德川家康周围的人 甚至就连家康本人都不知道信凡的样貌 所以他们无法确认 然后家康就叫来了信凡的叔叔曾田信颖 但是信颖说 我只见过活着的信凡 不知道信凡死了会是什么样子 家康气得跳脚 但是又没有办法 不管怎么说 安居神社肯定是有人被西韦终局逃杀了 这个方向无法反驳 所以依据上面的疑问 就有了在安居神社被杀的另有其人的野石说法 当然还有遇事不解都会出现的隐武者的说法 这是自杀说或者逃跑说成立的前提 关于信凡最终是自杀的这个说法 说实话我不太熟悉 因为印象中这个说法很杂 而且影响很小 都是像在安居神社中自杀呀 或者沉岸逃出 然后在僧国神社自杀之类的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出现的原因是少数一手史料的记录错误 导致后来整理者给出了错误结论 就是这么简单 至于逃出说 当然就要说到最出名的路尔岛说了 这个说法就像明知光秀的《狼光反天海说》一样 虽然大家都知道可信度不高 但是他很出名 也很有魅力 《真武内传追加》中 记载了幸春逃往路尔岛的儿歌 是这样的 像花一样的秀赖大人 被像鬼一样的增田带走 逃到了嘉户岛 《仙宫十路》中也有记载 在路尔岛南部一个叫古山村的地方 有秀赖宫的子孙 这些说法的秀赖部分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以后我会做一期 当然得是到做完《天草一魁》之后 没想到吧 一次挖两个坑 无论如何 自杀说和逃出说 目前都只能算是传说 连野死都称不上 而且情感上 我也是战战安居神社 被西伟宗局讨杀的说法 大阪夏之镇 是封城家最后的决战 也是日本战国最后一次 职业军队的大兵团决战 大阪七星将们 无论是临危寿命 还是战斗结局 都不负英雄本色 给侠义的战国乱世 写下了悲壮而精彩的结局 在前面提到的西川中心的信中 他称战 牧村 厚藤 博田 明石 他们都打出了 无与伦比的精彩战斗 但他也在另一处写道 甄田左卫门 更是古今绝无仅有的强者 最著名的日本第一兵的美称 则是建于 倒井中横的信中 据说是家康亲口称战 可以看出 即使是在大阪七星将中 甄田信凡在当时 也被认为表现特别突出 当然 这些过分的称战 包含了德川方的胜者傲慢 打败的敌人越强 对他们自己而言 也是越大的功绩 但可以肯定的是 信凡在短短的军事生涯中 就创造出了许多 无以伦比的军事成就 包括甄田玩在内 都是我本人非常钦佩的成就 而德川方这些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士 甄田日本第一兵的称战 不仅告诉后世 战国末期 还出了这样一位 武功卓越的名将 更是给我们留下了 甄田信春牛逼的印象 而我想 甄田信凡能得到这些战域 和他的死法也是很有关系的 他在战场上被杀 至于回到城内切祸自杀 或者是逃跑过程中 被抓住被处决 对于身居绝对优势方的 德川军而言 冲击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随着岁月的流逝 甄田信凡被将士们 称赞着这种形象 伴随着他在战场上 散发出来的风采 被军事史书描绘得 更加精彩和冷静 曾经那一个猛将甄田信凡 也就变成了今天的 英雄甄田信春 成就了一段传奇家话 因此就我个人而言 即使稍有争议 曾经信凡他就是在安居神社中 被一个无名小卒所讨杀 这兑现了他对自己的承诺 而到最后一刻 我曾经信凡绝不放弃 我会战斗到 我的长矛或者我的武士刀 最后一次挥舞 我希望他不是以逃跑 或者切腹自杀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传奇 而是这样一个 战斗到了最后一刀的 真正的日本战国最后的名将 这样曾经信春 才更符合日本第一兵的美名 都看到这儿了 别忘了点赞订阅呀 这里是巫女花善理 一个演绎日本历史传奇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